大家晚上好 今晚我们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五招联 在此,国警代表华联总会 向各位来宾致以最诚实的节日文号 我们加拿大法小法人 始终致力于做好中华文明的 传播者和推动者 做好家中友谊的桥梁和纽带 推动两国经贸文化交流 我们华联总会更应该发挥 加拿大华联社会的作用 为家中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与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我们加拿大法小法人乃至五湖四海 有着相同的中华文化的根 绵延千里的中华文化 经久沉淀的融融香情 让我们在中华文化找出去 和究竟家中文明交流附近 民心相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们不仅为加拿大的经济做出的贡献 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向全世界展示加拿大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 增进加拿大与世界以及各主义社区之间的友谊与链接 也通过文化交流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发展多元文化 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入加深的家中两国人民的理解和优异 在过去三十九年中 感谢大家对我们华联总会的支持 感谢全体理事会成员对我的支持与好爱 我们华联总会将与乃至五湖海的华小华人团结起 携少共建安宁幸福的加拿大华人社区大家庭 让我们华小华人建立其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为加拿大多元文化社区额能力 为加中两国的友好发展 天专加瓦最好 中心就任加中两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就用加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天长地久 就用这位来宾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谢谢大家